hello 大家好 我是系灵辉 回来看本地上的走吧 今天咱们来到了 劳斯莱斯汽车服务中心 北京京南地 为什么今天咱们来这儿呢 就是将来大家都是要买 劳斯莱斯的人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这甭管车买得起买不起 我得先看看那车 我养得起养不起 看看他们家 售后帮贵不贵呀 保险 这个费用合不合理啊 走进去看看 这是一个售后用车主题的车主活动 注意我再说一遍是车主活动 其实一进门人就告诉我了 前半年几个全然车主过 我随便答应一看 这都普通人呀 哪有车主 骗人 但活动结束之后 人都开着各自的大欢迎 大药营 默默地回家了 这也没什么两样呢 就跟你讲自己的 真够脏的 这里展示的就是 牢丝的保养的一些材料了 很明显嘛 这个就是 拿这个吧 这个上面是干净的 新的 这个是空调滤芯 这边是空气滤芯 这边是一个新的机油滤芯 这个是 这应该是新的机油 这个是用过的机油 很明显啊 就用过机油 就是黑色的 你看这种感觉呢 其实呢就涨了 和我自己的车的保养的一些东西 都是长得差不多的 不过也如此 然后劳斯莱斯会有自己的机油 就是这个 是一个两项装的 它是一个零W30的一个机油型号 那也在这里提醒一下 我的这个车友朋友们啊 就是劳吧 咱们的劳基本上 在五六三公里的时候会 就是有一个添加机油的这个形态 假计车因为老不开 老放呢 它确实有可能会有灰电的这种情况 所以各位记得 最好是每周这车 最好能开个一百公里 而基本上也就这些 咱们串美 有没有太大区别 对不对 哦对了 而且要说一下 它的稍后服务 其实也并不贵的 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边机油机路 加服务的保养费用 大概其实是五千块钱 我觉得贵嘛 其实很多保养节的保养费用 比这还高 而且你想啊 这个是一个十二缸的发动机啊 我觉得五千多块钱不贵 而且他们经常会有些打折的服务 据这边的 稍后经理说 他们这边一般还一次机油 也就四千多块钱 也就 等等 回去看一下刚才那条素材 老斯来自记者 享受四年不限里程术的保养和保修 啊 也就是说四千块钱都不用花了 免费的 顺便说一下 今年下半年由于保险再次费改 所以咱家老老的保险费用也大幅下降 大概只需要三万多块钱一年 其实我也不太想讲这个车嘛 你知道的 就是如果将来你确定要买它的话 就是这样的 你要相信我 车主都不太懂自己的车的 就懂这车的全都是买不了的 所以我今天开始就绝对不能了解它 为将来有一天我能拥有它买一下服务笔 有水吗 最后咱们再说点轮胎的问题这一点很实用 因为不管是牢还是什么车 它不贵就是四个轮胎着地 所以归轮胎归于物理极限 大家都是同一把池子 首先轮胎是建议三年换新 还有应该说到轮胎更换的一个刻度尺 但你的轮胎磨到这里的时候 就说那你的轮胎到要更换的时候 天冷了 建议北方的小伙伴们记得换冬季轮胎 在七度以下的时候 我们这个轮胎就会变硬了 那车浪的抓地力就会下降 尤其是在我们刹车的时候 影响会觉得刹车距离就会变软了 这个是有好一个新年高队轮胎 高队轮胎这里面一定会有很难的 它是起到静音的转换 所以为什么好多的开起来都安静了 在细节上做的都很好 这劳斯莱斯的车主都是很温和很友善的那种 就是你是无天的车 我创造的比较好看说 只有我身边那些车浪的劳斯莱斯车主 很确实 他们真的很低调 就我觉得是这样啊 在一晚劳斯莱斯之前 我决定 我先要做到友善了 这是我的一晚劳斯莱斯的第一次 好了 这就是本期商交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